法院議員 委員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時隔8年我又站上這個發言台 那8年前民進黨被名義掃出去了 8年後民進黨被名義又抬到這個發言台了 所以我们很尊重 也很珍惜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 双城记里面讲过一段话 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时代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是一个光明的时代 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在一个我们交接时间 在新政府跟旧政府交接时间 这么长的谁造成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谁造成了这个最坏的时代 但是当我们看到台南地震 全民在哀悼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的行政院跟地方政府 共同把这个地震 做得很好的时代 很好的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超越蓝绿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勉励我们的看守政府 不要甩那个看守总统 这个看守总统当时自己讲 不要随便花钱 当时自己讲他要最节省 可是呢他又要出国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如果按照马总统的意志 在这几个月继续的施政的话 那这个看守内阁 可能就做不出什么成绩 所以这个看守内阁会做出好成绩 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压力 没有选举的压力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勉励我们的看守内阁 不要再想到马总统 想到你自己要如何为人民来服务 假如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在最后的这个阶段 我们的张院长会得到很好的掌声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再次的提到 当一个看守政府 应该如何来跟新的政府来磨合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这段时间在台湾 是一个有两个执政党的时代 因为国会从今天开始 已经开议了 是由民进党来占多数 而现在的执政党仍然是国民党 所以会变成有类似两个执政党的时代 可是也会有可能两个在野党的时代 也就是张院长这个内阁摆烂 而我们的整个国会跟内阁无法配合 所以我们用双成绩来讲 我们希望把最坏的时代拿掉 让我们迈入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以在这里期许大家 我们不要蓝绿再对立 大家超越蓝绿 共同的为所有的人民的福利 大家来共同努力 所以在这里 八年前跟八年后 站上这个发言台的心情 我在这里表达 但是我也说国会改革要废除国事论坛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 站上国事论坛的时候 感谢大家